投書 但是它那個職稱是我給它加上去的 這封投書 是它的意思 也是我們共同在一起 在電影處生活了四年的 一個 我們共同認為的一個事實 當然這件事情 也使得本來一個 新聞局有很多人要為我 共同簽名的一個 投書的行動給停止了 我很感謝新聞局還有那麼多人的支持我 他們不一定支持我的一些作為 但是他們支持我做一個 他們的同事 我們大家相處的是不錯 我唯一的是說 我對我新聞局很多很多的同事 以前跟我在一起 為了改善我們新聞局 為了愛我們這個國家 所做的共同努力 我表示非常地謝謝 那麼愛你的同事 為什麼你會說新聞局是這樣的同事 為什麼你昨天會有這樣的言論呢 你們問我話的話 你們是什麼東西 我也可以這樣講 嗯 那個副局長說 他希望你今天還是能回局裡面 辦理離職裡面 影響到個人的權利 我已經跟TVBS想了我不知道新聞局在哪 我現在去查那個地圖 然後那個地方是什麼機關 我要再去了解一下 如果我在今天查清楚了 我當然要去那個地方 如果證明我跟那個機關是有關係的話 我當然要去到那個機關 人總不會忘本嘛 我們看到是郭冠英他的說話 一句比一句嗆 一句比一句辣 到了最後還反諷的說 人不會忘本 那麼事實上郭冠英嗆說 新聞局在哪 他不知道要查地圖 那麼當然這話傳回新聞局 這些新聞局的長官們 又作何感想 今天新聞局長蘇俊斌說 他不懂郭冠英的意思是什麼 郭冠英今天一早值班機 是已經抵達了台灣 問他今天到底會不會進新聞局 他卻反向說新聞局到底在哪 必須要查地圖才知道 對此剛剛新聞局長蘇俊斌也對此 郭冠英的發言做出了回應 我們聽聽看蘇俊斌他的說法 我想我們一切違法辦理 在行政單位 公務部門 我們一切違法辦理 所以說今天他已經被免職 可是他是不是必須要回來 辦一些立志手續 相關的手續我們還是要處理 所以很希望今天能夠回到新聞局 我想這部分 當然我們立志手續不一定要本人 但是對本人來辦是比較有權益的保障 局長會不會覺得他這樣的發言 真的是很不妥當 而且一次比一次誇張 我想我們依法辦理也不多做評論 但是我還是強調 絕大多數的新聞局員工 都是兢兢兢兢兢 在國家所賦予的崗位上 全力以赴 我們都給他鼓勵 他說一定要勝訴 我們尊重他的權益 他說甚至可能失憲 我們尊重每個中華民國公民的權益 稍早說郭冠英的坐車是在台北市區和媒體採訪車發生了擦撞的衝突 而待會郭冠英也換車 會不會進到新聞局呢 我們在這裡會為你掌握隨時的插播報道 主播 非常謝謝文豪來自於新聞局的一個最新報導 那麼講到的是蘇俊斌說他實在不懂郭冠英是什麼意思 但是尊重他要申訴甚至要釋憲的權益 我們就帶您來看到的是郭冠英整個事件的處理 從一開始到